有可能两条阴道 好像是两个房子两个门 也有可能是两个房子共用一个大门 那就是双子宫单阴道 但是很多帐屋真的是有点点初心 晚上灯关起来就乱撞一通 他不晓得他太太双阴道 但是双子宫不用管他 他还是有可能在世界上有过 双子宫双胞胎是安全生下来的 那我这个本来是双子宫 本来是双胞胎 可惜右边生下来 左边那个是流产萎缩了 很可惜 本来的话也是很罕见的一个 双子宫双胞胎的案例 那他这个会不会有遗传 不会 他是在妈妈娘胎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子宫是左右合体 变成一个子宫 正常的这样子嘛 他如果合体到一半停顿 就是双子宫双阴道 再过来变双子宫单阴道 再过来变双脚子宫 再过来一点点变子宫中隔 所以就看他在什么时候停顿 所以他是 好像是在左右合体的地方 不少说明硬的点 听一下就对了 啊国内有那个双子宫 就是双胞胎的案例吗 前日子在北部一加一级中间有 他们也有发表记者会用 有这样的案例 但是我这个好可惜 本来是第二个案例 他就萎缩了 17岁不应症五年 从前你带过来 这个是在奥多开的 这个核子宫症 这是右边的肾脏是胜肠 但是左边有跑掉了 但是你看这里有双子宫 这里有双子宫 这里有双子宫 那这个是肾脏跑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 双子宫双一道病人 常常会合并肾脏系统 密钠道系统出的问题 因为他们都是同样一个来源 中肾培诊 所以子宫出问题 肾脏跟着出问题的机会是四分之一 这个案例多吗 在台湾是大概两千到五千个的 所以它是两千分之一到五千分之一的 刚刚蔡侍你讲说 目前国内差不多有多少个双子宫的患者 如果用 尤其并且去统计的话 大概是两千个到五千个左右 对 它是每两千个妇女 再五千个妇女 然后台湾用一千 假如用一千万个妇女去计算的话 那大概就是两千个到五千个 但是我这边 可能是因为到后来 常常因为输入管不通 或者是因为流产来找我做事管婴儿 我这边还蛮多的 那它从它跟人一起来的时候 会不会有认得之一项目 且是它是双子宫吗 不不 通常是在做说 诶 这里有两个子宫 我最近还有一个是 南投那一个 一直在织胚胎 他我在想 啊对哦 它双子宫 我最近又织了一个胚胎 双子宫的个案 啊那个 事先双子宫 要做事管婴儿一天 事先评估就说 哪个子宫比较好放 啊那个 刚刚那个成功生下的那个个案 他就先生说 蔡氏 我要两边都放一个胚胎 我要生双胚胎 啊结果他那两个都坏了 但是很可惜 左边那个是流产 右边那个生双